黄毅清在帮崔永元爆料,范澄澄的却是洪金堡与范冰冰私生死。 作为娱乐圈的绯闻《易姐》范冰冰,曾被爆是洪金堡前女儿,甚至爆出有私生死。 究竟怎么一回事,我们一看便知。现如今范冰冰和洪金堡两人在娱乐圈的影响力都不小。 但范冰冰比起洪金堡,声望还是无法比较的。 如今洪金堡和范冰冰很少交流,甚至传出很讨厌范冰冰的新闻,其原因不外乎两个。 1.不想被绯闻缠身。2.曾经一度看好的范冰冰没有拿得出能让她看好的作品。 2.而正是因为范冰冰没有演技却还能在娱乐圈混到红的发子的地步,所以大家更愿意相信范冰冰背后神秘的力量。 2.方间流传最广的消息就是洪金堡是范冰冰的前爹,而且两人还有一个私生子范冰冰。 3.范冰冰刚去香港发展,机缘桥和夏认识了洪金堡,洪金堡觉得范冰冰是一个可造的人才,便拿出自己的资源去打造范冰冰。 3.特警飞龙,和东施头,卧底威荣都是在红金堡的皮鞋下,范冰冰得到的资源。 3.一来二去,两人逐渐熟落走的比较亲密,被媒体报道出来成洪金堡成了范冰冰前爹。 3.但是,重点来了,如果我们理智地分析一下,2000年到2001年之间,范冰冰几乎都在拍电视剧《乱世飘平》、《人间造王》、《爱情宝典》等。 电视剧都是这两年的作品,这么忙怎么有时间去生孩子,而且怀孕了拍戏时别人看不出来吗? 而范冰冰与洪金堡合作《特警飞龙》时是2003年,范诚诚出生时两人还不认识,资生子更是无稽之谈。 而红金堡被记者问到范冰冰前爹这一事件,红金堡显得极其激动,直接反问记者谁是我前爹。 范冰冰是你前爹?那你有没有见过范冰冰的男朋友?你见过范冰冰的爷爷吗?范冰冰的干爷爷你见过了吗?你也没见过,那你怎么来问我呢? 一旁红金堡的老婆都对此露出轻蔑的笑容。 被激怒的红金堡在反问记者时,表情最开始没有笑容,后来觉得也不过是八卦而已,又大度地露出笑容,化解了尴尬,不过他并未在回答任何关于范冰冰前爹的问题。 似乎是有一回击之前的传闻,红金堡这次走红毯还带上了当年的港姐冠军太太,搂住太太走红毯,大秀恩爱。 在受访时,红金堡表示希望能再拍一部代表作,让人觉得哇,这个死胖子还行。 同时,他还笑颜想要他的夫人多做红烧肉给他吃。 红金堡是范冰冰前爹飞文传思生死。理智的人一看便知真假。 所以,飞文毕竟是飞文,就当电影剧情就可以了。